景妖书 近两层素食进餐婚 年获检出违规 有五件检出动物性的一个成分 其中一件呢 大豆制品是检出含有鱼的成分 那一件脆皮红烧排 外包装标识纯素 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它含有牛的成分 台北市卫生局昨天公布素食食品抽验结果 26件素食中 竟有五件餐有婚食 包括知名素食餐厅棉香斋 宽心园 长春素食等都榜上有名 香酥肉 酥肉排跟土多鱼排 三件包装食品的部分 它的外包装是标示是奶素 但是呢却减出含有鸡的一个成分 卫生局要求贩售的餐厅下架 而违规的供应商 也将以请各地卫生局依法开罚 宣称是素食 但是呢它却减出动物性的成分 则是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 后续可处业者6万到1500万的一个罚款 而春节将近 北市卫生局也公布迪化商区年货大街抽验结果 147件产品中 有15件不符规定 胭脂蔬菜 葡萄干和竹参都检出违规 胭脂蔬菜 因为它抽验三件三件都不合格 这提醒我们的消费者 在购买像竹参等等干货的一个产品呢 要选的时候注意颜色不要太白 要选这个刺皮尾的一个商品 同时在料理之前呢 应该要用清水冲洗浸泡之后再做一个封煮 动新闻小心挑选报导 好